国际公益组织ACC举办了慈善画展 所得张卷主非洲小孩 明世凤凰艺人这次不唱歌不演戏 拿起画笔作画 以每付画六千元的价格来贩卖 因为六千元就是非洲小孩一年的教养费 也让海伦青桃说 虽然作品不是这么有艺术感 但是却是很认真的在作画 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些小孩 专注的眼神出拳快很准 皮肤有黑的非洲小孩穿上功夫装 表演起武术 可是一点都不含糊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 那首歌曲 它的意思是 要告诉我们大家 要说好话做好事 不忘提醒民众心存散念 用轻快的歌声 唱出假香味 让人看的是目不转睛 原来是国际公益组织 推动慈善画展 又从爱心到非洲 希望这些孩子 可以把自己茁壮成一座山 那他就可以保护他们下面 更多的小朋友 或许以后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忙 他们就可以变得很好 以美孚花六千元的代价义卖 因为这六千块是非洲小孩 一整年的教养费 民事风王艺人这一次不唱歌 也不演戏 而是拿起画笔画画 将义卖所得捐给需要帮助的非洲小孩 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 就是有很多的失与兽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爱呢 就是让他的意思 源源不绝地走下去 才会呈现出这么美的花 这么美的蝴蝶的样子 爱是无国界的 即便是一个一幅画 就是少少的钱 虽然我们的作品 不是像大画家这么有艺术感 可是我们就是很用心的 做出爱心手势 与非洲小孩合唱台北的天空 艺人透过自己的知名度宣传 希望将台北的爱传到非洲 明日新闻 刘雨琪 台北报道